郭沫若看完什么小说后,曾称,要把他自己的书全部烧掉。 核心提示,就是几几乎乎,当时全国所有的昭明的评论家、文艺家,都在欧阳海之歌上面表了态,就喊郭沫若这样的大家,他都说看完欧阳海之歌,他要把他的书全部烧掉。 本文摘字,中国新闻网,作者,金静麦,本体,欧阳海之歌作者金静麦,追一往西追新戏血,六十年代初,金静麦因一部欧阳海之歌,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,刹那间红遍大江南北,而今,他的书和他所描述的那个年代,已然慢慢退去,不颅欲。 看这本书以后,我今天来之前,我期待迪剑的您,就是跟这书上差不多,应该还有胡子,所以刚才一见,您我吓一跳,怎么没胡子了? 金静麦,你昨天告诉我,我今天就去沾上。 鲁玉,我发现您的胡子跟您的性格挺像的。 金静麦,是吗? 我性格是什么呀? 是胡子呀。 鲁玉,挺刚硬的吗? 金静麦。 不,我有非常软弱的一面,我猜,人吗? 人都有。 白天刚强的人,夜晚,我非常害怕过晚上,非常害怕半夜里醒来,这个人大概在半夜里醒来的时候,就更多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智。 鲁玉,现在还是怕晚上醒来吗? 金静麦,现在不怕了。 鲁玉,现在不怕了。 金静麦,不怕了。 对,都活过来了。 解说,金静麦被人们所属之源于欧阳海之歌,那时他一席军装,风华正茂,激扬文字,新潮竹浪,成为一代人梦中的偶像。 他文实贫苦,在他对童年的记忆中,遍布着饥饿,寒冷和战争。 高中毕业以后,他在湖北当了兵,后随部队南迁广州,成为宣传队的一名话剧演员,而他从事写作,却是由一次偶然的变故开始的。 鲁玉,为什么会后来演话剧,然后开始高卸作,这中间跨度是挺大的,心静麦,不大。 有一年,我记得到湛江去演出去,我就已经是匪兵级的水平了,就一个解放军战士,就抓着我就这么打,我就一个跟头被打到地下, 然后他又把我揪起来,然后对我一拳,我就从这山崖上了,一声就倒下去了,每回到我一声时候,背后有三个麻包,另外还有两个人在那接过,就那天,轮到我的时候,也不知他们那些人跑哪去了,麻包也没放,人也不来。 我一声,一下子就摔到那个舞台上了,真是,这个真摔疼了,那也没办法,戏还当然得接着眼啊,好在我已经牺牲了,死了,就完了,完了以后我就起不来了,起不来这腰摔坏了,摔坏了我就哈这腰,在部队吗? 当兵,就下部队吃个饭出个操排队,我也排不了队就跟着走,算了算了,干脆你也别跟着演出了,你也挡不了了,不用你啊。 了,找另外一个人啊,算了,就弄去叫我跟着一个政委去写,结果政委他也不写叫我写剧本,我又不会写,我就跑了去吭吱吭吱大概有半年吧,写了个剧本, 读给大伙一听都说很不错,第一次写的就这么不错,干脆算了算了,你就开始搞创作吧,我记得是62年的10月25吧,是抗美元潮的12周年吗? 我记得那天我调到创作室的,我就下定决心,我写一个好的话剧剧本,就正是这样就碰到欧阳海这个事。 解说,欧阳海是那个年代涌现的众多英雄中的一个,他为了抢救人民生命财产,在火车就要撞上寿惊战马的时候,舍身拦马,壮烈牺牲,所不同的是,他一反雷锋式的英雄白玉乌侠的形象,是一个有能有巧的小伙子。 鲁玉,您第一次听到,是他们对您讲的这个人的什么故事,就那么触动了您,金静脉,没有这个事,就是说死了个人。 我去看的时候,我发现太好,为什么太好了呢? 我有一个我自认为,不甚至为道理的道理,真理不因为职务的高低,不是说你是个班长,我是个牌长,因此我掌握的真理就比你多,那么一个牌,有四个班,那么我这个牌长的真理,就相当于四个班长拥有真理的总和。 绝不这样子,鲁玉,欧阳海是个班长吗?那时候,金静脉,是个班长,我是想借着欧阳海之歌,来说明,我刚才说的这个道理,就是你可以比我伟大,但你掌握的真理比我少得多。 那么为了平衡吧,我在欧阳海之歌里头,写了一个好指导员,一个好连长,然后我让他们俩都下台,再来一个指导员,这个指导员是个坏的,我就写欧阳海反他而且反对了,这个就当时就不被允许了。 鲁玉,当时您下到那个部队,去算是体验生活,去了解这个,这个人的事情的时候,因为作为部队作家,你们的创造程序是什么样的? 你知道一个题材以后,有必要向你的上级报告,说,我准备写这样一个人,还是我直接有了这种感触以后,我就先写了。 金静脉,因为四十七军,当时叫四十七军,四十七军的政委叫孙政,就说听说金静脉在部队期间了解了西欧阳海的材料,能不能请金静脉同志帮我们写的长篇小说,你看看多长时间。 我说那领导商,看看,能给我多长时间,一个月总够了吧,我没说话,我好半天没说话,这个细节我记得太清楚了,我说怎么用得了一个月,当然不用一个月。